这是法国史上最成功的营救行动 六名狙击手血战一百多索马里恐怖分子 在无任何火力支援的情况下 成功救出30名营制 他们就是法国特种部队GIGN的前身 1976年2月3日早上八时 四名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组织成员 在当时法首阿尔法和伊萨领地首府吉普提示 劫持了一辆法国军事基地子弟学校的学生班车 游击队上车后二话没说 直接掏枪威胁司机 将校车驶往了索马里边境 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要不是有个别家长发现了校车的异常 后果不堪设想 法国驻军在第一时间就派出了两辆皮卡去拦截 在离索马里边境哨所几百米远的地方 终于追上了校车 眼看就要被截停 游击队员打破后窗玻璃 掏出阿卡四溪就是一阵疯狂扫射 为了保护车内人质 当时法国驻军并未还击 只是远远地跟着 在靠近边境站的时候 他们通知了法国哨所士兵 紧急铺设了拦路设施 逼停了校车 此时校车距所马里只有短短的180米 只要把这些孩子弄到索马里 游击队的计划就成功了 但现在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威胁法国驻军退后 竟等索马里的同伴来救 为了避免法国驻军偷袭 四名游击队成员分工明确 他们先是让司机烧信 要求法国政府立刻同意及不提独立 并且放出他们关押的所有游击队成员 如果在36小时内得不到答复的话 他们将处死所有人质 其次游击队成员求救索马里政府 让他们派出正规军前来接应 并准备好用来转移人质的大巴 最后为了安抚学生情绪 他们又向法国要来了一个学校的老师 此人还必须是美国国籍 面对游击队的威胁 法国驻军当场答应了下来 校车被截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法国 极大的震惊了法国高层 如果谈判将成为他国眼中的懦夫 如果进攻又会被他国登报 说法国是杀害学生的筷子手 最棘手的是 30名人质中还有3名是美国人 白宫那边已经派出了军事顾问 就等着看法国如何行动 在深思熟虑后 国防部最高指挥官米歇尔 喊来了国家宪兵干预队的布鲁托 要求他立即率领队员出发 前去营救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儿童 这支干预队是法国政府于1973年11月3日 组建的一支专门用于反恐怖行动的特种部队 这支部队编制有两名军官和40名军士 编成三个突击小分队 每个小分队编有两个五人行动小组 一名小分队指挥员和一名军犬员 一般情况下 每个突击小分队每周有三天处于24小时戒备状态 随时都可以前往事件突发地区 部队同意由队长布鲁托中尉指挥 接到命令 队长布鲁托经过简短的准备后 随即率领一支由五名宪兵干预队队员组成的突击小分队 于4日零时45分乘一架改装过的运输机 秘密飞往了吉布提 到达目的地后 布鲁托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 立即在机场大楼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 随后又在负责营救行动的布拉萨将军指挥所里 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有迹象表明 这次劫持行动得到了索马里军事当局的默许 所有儿童全部被扣押在车上 车内不时还会传来儿童的哭喊声和恐怖分子的喝斥声 情况非常紧急 为了准确地了解恐怖分子的情况 布鲁托又亲自进行了现场勘察 这名恐怖分子正押送女老师上厕所 待恐怖分子离开后 女老师刚一转身就发现了躲在车后的布鲁托 老师的机制对话给布鲁托争取了短暂的侦察时间 可还没等他摸清情况 索马里边境线的所有探照灯突然都打开了 这说明他暴露了 好在被恐怖分子发现前 他就返回了指挥所里 现在种种迹象都表明 索马里军方参与了这起劫持事件 这对营救行动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他们不光要对付恐怖分子 又要提防索马里趁机发动战乱 为了防止事态恶化 法国政府派出驻外军团 在政治上给足了索马里压力 消除了潜在威胁后 布鲁托开始策划营救方案 对付这几个恐怖分子 对托机小分队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但棘手的是 除车上的四名恐怖分子外 车下又来了一名 布鲁托心里十分清楚 队员除了对付车上四名外 还必须阻止第五名恐怖分子 登上学生班车 一旦营救行动出现任何差错 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后 队长布鲁托决定带人 潜入到巴士北边的盲区内 那里有一片碎石刚好遍于隐藏 拂晓时分 众人按照部署 快速潜入到了目的地 由于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恐怖分子丝毫也没有察觉他们的到来 为了能一举拿下恐怖分子 突击队员顶着非洲的烈日 在乱石区趴了整整一个中午 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耐心地等待有利时机 通过枪上的瞄准镜 死死地盯着校车上的恐怖分子 布鲁托要求突击队员 与他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 只要接到所有恐怖分子 进入狙击手视线的报告 他就下达开枪的命令 通过一次性狙击射击 用最快的速度消灭所有潜在危险 这是确保人质安全的唯一办法 到了中午1点10分 突击小队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 营救行动却被米歇尔叫停了 如果突击小队行动 必须在恐怖分子 全部下车的情况下进行 这样才能确保人质的安全 一句话说完 小队成员全傻了 这个条件根本不会成立 可布鲁托也不敢违反命令 怎么办 只有等 可这一等又遇见了大麻烦 索马里那边负责支援的正规军赶到了 足足有60多人 这下压力来到了法国这边 救还是不救 到底该怎么救 是按照米歇尔的办法等着恐怖分子全部下车 还是突然发起行动呢 就在布鲁托考虑时 校车那边出现了异常 一个负责送水的警察突然情绪失控 执意要带走自己的女儿 结果惹怒了恐怖分子 被当场击杀 布鲁托望着这一切 气得咬紧了牙关 但他无能为力 他不敢公然违抗米歇尔的命令 只能等 到了下午2点多 索马里间法国迟迟为旅行他们所说的条件 立刻派来了一辆用来转移人质的大巴 这次麻烦了 只要孩子们被转移到了索马里境内 到时就无力回天了 为了避免灾难发生 布鲁托当机立断 给突击小队下达了营救任务 公开违抗米歇尔的命令 还接着给学生送饭的名义 在水里悄悄下上安眠药 以便学生处于昏睡状态 从而脱离突击队员的射击视线 当30名学生吃完饭后 不一会儿便都睡倒在了座位上 恐怖分子以为是学生们受了惊吓 再加上饥饿所致 便没有在意 经过10小时的潜伏和等待后 突击队员们终于等到了有力的时机 下午3点47分 队长布鲁托接到报告 所有恐怖分子都进入了 突击队员各自的视线之内 听到这一情况 队长布鲁托果断地下达了开枪命令 这是法国特种兵最漂亮的一次营救行动 当子弹准确无误地射击恐怖分子时 索马里边防战的哨兵 还丝毫未察觉到任何异常 数秒后 当枪声传遍了整个边境的上空时 现场才混乱不堪 索马里的边防军 以为是法国那边挑起了事端 纷纷把枪瞄准了法国的边境驻军 一时间双方都紧张到了极点 直到恐怖分子快速跑回车里 这才发现刚刚的枪声是狙杀的车内人员 恐怖分子当场怒不可遏 提枪就要杀了女老师和学生 解除了校车上的危机后 突击小队也算是彻底暴露了位置 索马里边防军迅速地朝他们射击 来不及躲避的布鲁托差点被击中 就连夹在中间的校车都受到了波及 一时间子弹横飞 惊呼声传遍了整个巴士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纷纷躲在了座椅下面 可麻烦的是 索马里的火力是真的猛 突击队员被压制的无法抬头 眼看索马里的边防军就要攻到校车附近了 布鲁托立刻组织了反击 六杆狙击枪 枪枪致命 弹无虚发 很快索马里的火力点就被打了下去 负责冲入校车内营救的队员 二话不说就带着人赶着过去 他们一路狂杀 杀到了校车内 赶在索马里边防军开枪前救下了女老师 可还没等他们缓口气 三枚手雷就丢了进来 千军一发之际 女老师和突击队员人手一枚 在手雷爆炸前扔出了校车 爆炸所产生的烟雾 彻底阻挡了双方的射击视线 不明真相的索马里军 还以为法国动用了导弹 吓得落花而逃 这场战争也伴随着最后的硝烟散尽 彻底结束 等救援车赶到 孩子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 整整两天 他们都在恐惧中度过 亲眼看着屯随的家长被杀 又亲眼看着自己被营救 小小的年纪经历了 太多不该经历的东西 当孩子们都被安全送回吉普提时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万万没想到 等突击小队也准备撤离时 他们却在座位下 发现了一个重担的小女孩 完了 这意味着营救任务失败 布鲁托德之后非常自责 战斗结束后的整整一个多小时 他一句话未说 只有队员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他们导致的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 如果法国不殖民这里 这场灾难也不会发生 最终结果 游击队员和索马里边防军 全部被击毙 30名人之中 只有一名女孩遇难 而法国突击小队无一伤亡 三个月后 这个小队也被正式命名为 法国宪兵特勤队GIGN 执意过来就是国家宪兵干预队 是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活动的 特种突击队 号称凯旋门前的利剑 而一年后的吉普提 也在索马里海岸解放阵线 组织成员的努力下 完成了独立 电影到此也就结束了 整个电影基本还原了 当年校车劫持案的过程 但对殖民集不提的事 却轻描淡写几笔带过 反而着重描写了 法国军人的伟大光辉 很明显导演带着有色眼镜 去看待当年的事件 到现在他们还没有忘掉 殖民他国的念想 本部电影推荐指数三颗星 观影时一定要避开 法国的殖民文化输出 认清历史 看清北约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